- 歡迎收看三月三號星期六的大愛十點新聞 我是江麗文 先開始來關心一下教育的議題 108年新課綱上路時間是越來越近了 而教育部近期是公布了高中課程規劃實施的要點 為了要達到試性教學的目的 未來這個高中值的國英數三科 將會是學生的意願和程度來進行分組教學 但是不會強迫來執行 會交由各校自行評估是否要分班 老师把國文課文念得生動有趣 但能不能心中每個同學的適應能力都不同 現在為了拉近程度差異 國教署明定在108新課綱中 開放高中值國英數三科 可以進行試性分組教學 比較差的同學會在冷氣關係上 就是會被貼標籤 依照自己適合的程度來學習的話 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數學是最明顯的我個人認為 因為數學是蠻注重理解的一個科目 那如果不先把技術穩固好的話 他在往後的學習上會有比較困難力 同學們贊成反對聲音都有 國教署預計會先讓前導學校試辦 也考慮到各校的教室 失資人數以及經費條件不同 並不會強迫實施 讓校方選擇性加入 但第一線的老師們卻認為難度不小 文的話他有聽說讀寫各方面 再加上有文言 白話 現在還把國語文寫作獨立出來 跨領域 跨界的 跨學科的閱讀當中 你很難說他在這個範圍裡面 他的程度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在整個資資設備還有相關的空間 如果的話他可以開1.5倍 比如說你有三個班你可以開到四班 教材是否需要重編 如何評斷升降組別標準 偏向資源能否補足 倒還需要審慎思考 分組教學利益良好 但沒有詳細配套 就怕淪為紙上坦兵 大愛新聞黃毅杰戰略家台北報導 每年的11月到3月都是台灣的物技 而公共局是公佈了21個靠近山區 以及中南部平原容易起霧的國道路段 尤其是在這個清晨時分 提醒駕駛人要注意農物 另外駕駛班教練也提醒了 除了開大燈前後霧燈以外 也可以打這個警示燈 提醒後方的車輛前方有路況 放慢車速來行駛 千萬不要搶快 大霧迷蒙 這幾天整個大台北淹沒在農物之中 甚至能見度不到100公尺 不論出門上班或是下班回家 所有車輛統統得打開大燈 放慢行駛 看到前面已經農物 視線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告訴後方來車 前面的路況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警示按鈕按下去 那警示按鈕按下去之後 我們四個方向燈 前後各兩個 他就會跟著一閃一閃 駕駛人遇到大霧最基本一定要開大燈 前後霧燈 能見度太低時也可以開啟警示燈 讓後方來車清楚辨識車的位置 而且要與前車保持車距 放慢行駛 建議平面道路降到時速40公里以下 山區道路時速10公里較安全 提醒駕駛千萬別開遠光燈 反而危險 那遠光燈你如果真的碰到霧很濃的話 那燈光都會被打閃掉 反而視線沒有那麼清楚 如果對象會車的時候 可能會傷到對象來車駕駛的眼睛 視線反而變得不清楚 茫茫大霧氣象局說 是因為封面通過殘留水器 加上地表溫度低形成輻射物 而高工局統計 每年的冬天到春天都是台灣的霧季 尤其清晨的時候 農物造成國道部分路段 能見度低於500公尺 影響行車視線 經常發生就是山區的路段 是比較明顯 像關西 龍潭那一帶 或者是像國六的 或者是像在坪林 這個都是經常有民眾 會來反映的這個路段 那一般來說 如果能見度低於500公尺的話 那可能就對行車 就會有一些影響 高工局公布21個國道 容易起霧路段 包括國一北部的內湖 林口 陽梅 中南部的三億彰化等 國三的七堵 樹林 龍潭等 以及中南部多個山區路段 另外國道5號 平林 以及國道6號的霧峰道國性 都常出現農霧 建議駕駛如果能見度太差 可以先由最近的交流道下去 等待霧散開 千萬不要停留在路間 影響行車安全 帶來選黃金田的嘉明 台北報導 長輩如果走路的活動越來越喘 但是這個血壓值卻不升反降 當心要注意是主動賣半墨 反這個發生狹窄的狀況 心臟科醫師就說了 這個亞洲人由於先天結構問題 許多人的這個號發年齡 會提早到六十幾歲左右 而當半墨越來越狹窄 血液這個比較難從心臟輸出 血壓反而會越來越低 有一位將近九十歲的個案 他是採用心導管的方式 把新的這個主動賣半墨植入心臟 避開傳統手術的風險 長輩出門走沒幾步路 就氣喘吁吁 不只代表體力衰退 還可能是心臟出了問題 爬山還是走高一點 那個比較會這樣 我走路好像烏龜 我可以慢走 譬如說爬爬很高的樓梯 一名八十八歲領老太太 一動起來就喘不過氣 診斷後發現主動賣狹窄 有患有多重慢性病 經由心導管方式 將新的主動賣半膜 藉由周邊動脈沿著血管 擺到定位後 止入心臟 傷口只有一公分 比起傳統開心手術 大幅減少後遺症 這個病人雖然年紀很大 可是他的生活機能 跟生活工作還不錯 溝通的結果就是使用 現在我們所謂的 這種精疲的主動賣自患手術 主動賣半膜共有三半 但對亞洲人來說 只有兩半的比例偏高 容易造成主動賣半膜狹窄 後發年齡也提早到六七十歲 如果血壓不增反降 也是危險的徵兆 主動賣半是我們血液 離開心臟供應全身 最後的一個關卡 它的半膜越來越狹窄 越來越狹窄的時候 血液打就打不出去 那你的血流變少了 當然你的血壓可能就不會高 提醒長輩出現喘氣 呼吸困難 胸悶等症狀 最好盡快檢查 以免心臟難以負荷 大新聞 蔡林 李明華 台北報導 高雄有一名八十一歲的老汪 突然有一天他的左腳發紫走不動 醫師發現是急性的靜脈痠色 如果不盡快處理 會有截肢以及致命的可能 醫師將這個老汪的腿部 筋末切開進行減壓手術 並且放入導管溶解血栓 醫師說引起血栓的原因 很多都是因為久坐不動 提醒老人家要多活動 八十一歲的李阿公 現在左腳還能抬得高高的 不過先前的他 突然有天左腳發紫無法行動 四樓到二樓腳床不怕這樣 我看著怕整腳都紅了 蚵的這樣 他說他腳會收 我就把他的褲子拉起來 奇怪怎麼是紅色的 那時候紅色走 我還感覺說 怎麼會是紅色的呢 但是我摸他走 好像一下子又好像很緊 很腫 那第一時間我就不行 要趕快叫1192 阿公的腳變紫色 還發腫 兩腳色差很大 醫師照電腦斷層發現 下肢靜脈都塞住了 他受影響的那是左腳 這個動脈是正常圓圈的 有亮亮的 但是旁邊的靜脈變得很大 很明顯比正常邊大非常多 阿公離患的是急性靜脈栓塞 需要緊急開刀減壓 否則面臨截肢 甚至死亡率高達四成 他其實是從整個下腔靜脈道 他的腳靜脈道 甚至骨靜脈道 膝蓋以下的一個全部都塞 而且他不是只有塞這種比較深層的 他連淺層的那些可以繞回去的一個測肢 也應該是都塞住 李阿公之前是銀行員 常常久坐少洞 醫師說 靜脈栓塞的高危險群 除了有少洞年長者外 住院的患者或是搭飛機的民眾都可能發生 提醒民眾如果四肢 常有紅腫熱痛或是發冷發麻的情況 要特別小心 大愛新聞強行王昭中高雄報導 人工關節治患手術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不過缺點是他的這個墊片 使用年限大概只有十五年 因此對於相對年輕的這個退化關節炎患者來說 大概隔這十多年就要再動一次手術 而過渡時期的緩解疼痛 還有一個選擇就是所謂的關節靜手術 雖然他不能夠延緩老化 但是他的優點是傷口小恢復快 五十七歲的胡女士現在走路正常 還能面帶笑容像model走伸展台一樣 沒手術之前他可是一搏一搏 走樓梯只能一接一接慢慢來 二十幾歲的時候車禍一次啊 跟凱彬他爸爸車禍一次啊 就撞到我的頂 兩隻腳那時候兩隻腳就跟我撐 也不跟我撐 應該是那時候就買一下冰乾啦 三十年前車禍 雙腳看起來只有瘀血沒就醫 但之後走路關節就陸續出現聲音 近幾年加上外側關節腔磨損 病骨骨關節就像輪子跨在軌道外側一樣 痛到不能蹲不能跪 直到動關節內視鏡手術才緩解疼痛 他可以把一些影響到結構性的物體 或者是有活動上的卡榫 能夠做這個清除 這邊的力量比較少 這邊的力量維持住之下 這樣的一個物體就被拔合 拔到回到正常的位置 考量胡女士還不到六十歲 如果製患人工關節 每隔十五年又得再動刀換電片 因此對於比較年輕的患者 關節竟手術傷口小健保己腹 不想患人工關節的患者 是過度時期可考慮的選擇 大愛新聞的亞平蔡玉凱台中報導 接著關心國際消息 西非國家布吉納法所首都瓦加 杜古市中心的法國大使館 與部國軍方參謀總部都遭到了 伊斯蘭武裝分子的攻擊 事發地檢靠近這個總理的辦公室 以及聯合國機構 目前已知有二十八人死亡 八十人受傷 五名武裝分子下車後 直接對路人開槍 然後衝向法國大使館的方向 另一位目擊者說 就在法國大使館發生槍擊不久之後 在一公里外 目擊納法所軍事總部附近 也發生了一起爆炸 而法新社報導 目前至少有二十八個人死亡 而法國大使館認為 這是恐怖攻擊 但是目前還沒有組織坦承犯案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官員 是指控敘利亞東古塔區的空襲 是戰爭罪行 要求展開調查 再次我必須強調 我們在西蘭武裝和其他地方 可能是戰爭罪 敘利亞東古塔區 最近空襲不斷 十二天內就有數百位的平民罹難 聯合國秘書長日前形容現場是人間煉獄 而現在聯合國高級人權事務官員更指控 敘利亞政府犯下了戰爭罪行 要求展開調查 而巴西南部二月下起了連續大雨 現場在地的自行車車道被水給淹沒 成為膚淺者的天堂 原本是陸地上的自行車道 現在成為了水底事件 巴西南邊的生態旅遊景點了 因為二月的時候大雨不斷 當地河流暴漲 淹沒了自行車道 而相關單位表示 這是一個很罕見的現象 上一次發生自行車車道被水淹沒 是在五年之前了 而從美國東北部的緬英州 到東南部的北卡羅萊納州 當地時間星期五 將會受到強烈暴風雨侵襲 而華盛頓特區也會受到影響 強風吹倒了大樹 壓垮美國副總統彭斯的住宅圍牆 美國副總統彭斯的住宅前 拉起了封鎖線 受到美國東岸強烈暴風雨的侵襲 在緬英州造成水壞 而維吉尼亞州則是出現了 風速每小時97公里的強風 紐約和波士頓班機大亂 連在華盛頓特區的副總統官邸 也沒有逃過暴風雨的侵襲 而日本的天氣南北則是大不同 東京三月均溫是8.5度 而星期四異常飆高到21度 隨後又是一波暴風雪 影響日本空中交通 而北海道則是一場 強烈暴風雪的天氣 上個星期五 已經有避免這個20多歲的青年 為了救人 反而被困在雪中傷命 伸手不見五指 行車的能見度相當低 強烈暴風雪侵襲北海道 超過300班列車停駛 110架次的航班停飛 日本氣象廳警告 北海道日本海沿岸會出現 最近幾年來最強的暴風雪 呼籲大家不要外出 一輛巴士滿載40名高中生 從大阪來觀光 車輛打滑 一個人受傷 光是週四一天 北海道就有334輛車 受困雪地裡 扎晃氣象局警告 強風大雪的天氣 還會持續下去 大新聞 學術妹編輯 同樣也是壞天氣的消息 英國的暴風雪才剛剛開始 而當地的用電量 創下8年來了新高 接下來滿地的積雪要怎麼清理 也是當地民眾相當頭痛的一個問題 不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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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們去 我看一位 我看一位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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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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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有 英国风雪行的安全处处潜藏危机 就算待在家里不出门 也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英国工业用电减少用量 好消息是周六就能解除用电危机 家家户户门前有积雪 人人却只能先自扫门前雪 一场风雪天超出英国政府负荷 缺经费 缺工具 也没有容雪专责单位 只能先处理重要街道 其他地方就得等积雪自然融化 冷嗖嗖的天气什么都不对劲 生意还是得做 英国人不出门 游客也止步 丹柏郎 伦敦商家叫苦连天 大一新闻 许书妹编译 在墨山比克有一座约五层楼高的垃圾山 当地因为大雨而造成垃圾山崩塌 许多居住在附近的平民 只能够暂时安置在收容中心里面 而最近当地也传出了新生儿平安降临的好消息 而慈激志工的关怀也没有间断 除了本土志工连日来自动的轮班之外 为了受灾的民众来烹煮热食 而福建的华商也提供车辆 以及司机来协助载送 另外还有美国的外交官夫人 也捐赠了新鲜的蔬菜 大家一同凝聚爱心 让受灾民众能够感受到温馨 垃圾山崩塌 四十多户瓜居在这的平民遭到掩埋 其后余生的灾民占据临时收容中心 莫赞比克的慈激志工连日来烹煮热食 这周的食材除了来自大爱菜园 还有美国外交官夫人号召朋友捐赠 马铃薯现采的各式蔬菜 一锅锅浓汤大是欢迎 对平常在垃圾场寻找食物的平民来说 这是不容易吃到的新鲜口味 大家拿着福建华商 发行提供的碗盘排队领取 志工们感觉多日来的努力 灾民的心比较安定 灾后传出的喜讯振奋原心 臣妇正愁出院无人接送 志工已帮忙安排好了 亲生命的平安归来 为灾区带来希望 大一新闻知证美志工 莫斯安比克报导 慈济在江西宜村的住学 已经持续22年了 从1996年慈济原建 白祖小学开始 一路陪伴至今 而当初的住学生 有万家三兄弟 虽然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 但是他们的父母亲 仍然想尽办法让孩子 读书接受教育 让志工们很感动 而在他们成长的路上 志工也一路陪伴 现在最小的孩子 万良红也已经大学毕业 开始工作了 正眼上人在今天的 志工早会开始 我们的人生要懂得把握时间 更要利用生命来增长灰秘 生活在刻苦 他们的愿意 让孩子想尽办法 让孩子读书 慈济人听到 让父母能这样的对孩子的用心 所以慈济人决定 全家孩子我们都愿意 只要他能赌 只要他能上进 慈济人一定培养 所以这万家三个孩子 都非常的自爱而精进 可见 直接跟这个家庭陪伴过来 不只是一个家庭 总是很多的家庭 这个家庭是很典范 四个二十多年 他们回去找的 这个找回来的 死 这都是可见 不只是这个 有找几个 其中这一位 前天我看到了 我真的很感动 农历春节已经来到了尾声 马来西亚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他们把握拜年的时间 有一群小朋友们 他们戴上了伴手礼 分成了两路 来到喜庆中心 以及邻居家来拜年 八六拜慈济幼儿园学生 在老师的代理下 走入社区向邻居拜年 没有人应门也不气馁 小朋友继续往下一家前进 只为了把祝福送到 去祝福安地 在那边拜年 那是拜年的时候 你做什么啊 带感去 为什么要带感去 因为新年了 祝福安地 祝福安地 很意外的 突然间来拜年了 小朋友都很可爱 很乖 很详细 听他们唱歌 我们吃鸡肉眼的小朋友 来跟你们拜年了 他们也没忘记 槟城洗肾中心的叔叔阿姨们 逗趣的舞师表演 虽然称不上完美 但小朋友的用心呈现 让圣友忘却了身体的疲累 也再次感受到过节的欢喜 担心黄益晴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 慈激加拿大分会 则是举办了新春的感恩会 150位慈激志工和家属 共聚在一起 汇合了善念 期盼每天都发好愿 走好路 天下平安 外头的冷冽 到了这全化为足以溶冰的温度 新年快乐 慈激加拿大分会新春感恩会 志工群忙碌身影没停过 笑容也没断过 每一天 每一秒钟 都是好时光 好空间 用祝福开启新的一年 也牵挂地震受灾的花莲 善念共振祈祷 大家都在做好事中 度过好时光 这是我们的有缘 那么大家更应该 知福惜福 再来造福 无恨的地 星星从高丽 让山平放生一年 你永恒的鸟场 欢乐分鸟没冷场 北国的春天 这里感受得到 带新闻 真善美志工张力慧 硬碧玉 魏佳宏 加拿大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带您到俄罗斯去看看 有一群来自挪威的音乐家 在俄罗斯北部的基洛福斯科市 利用当地湖泊的水 结冰之后来制作成乐器 为当地民众来进行一场 难得已见的音乐会 希望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 他们怎么演奏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内容 我是江丽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